游戏的素质就是基本上是这样呈现的 因为最近大家都知道 现在这个玩家的这个口味也越来越重了 这个能从这个游戏版的现在这个风向能看出来 几位版主除了铁拳还是这个保持着他这个铁汉的这个形象之外 其他人已经慢慢的这个变位了 是吧 当然铁拳我书记也快沦陷了 大家要这个尽量的这个怂恿铁拳 希望他这个早日沦陷 大家就这个皆大欢喜 我们那个这个废话少说 回头来看这个狙击手的这个使用 狙击手的使用呢 需要非常的有战术性 更多的这个闪躲 更多的这个蹲点 像我这样这个冲锋的是肯定是不行的 狙击手呢差不多就这些 然后看一下左边的三个技能 左边为什么下面那个技能所有的职业都是空的呢 因为这个下面的技能是用来装那个飞行包的 飞行包呢 我们会在之后的一个特定的地图上会介绍给大家 因为只有特定的地图才会有这个飞行包的出现 然后这个我现在换了一把这个冲锋枪 然后用隐身的技能看见能不能把敌人这个消灭一两个 这一局比较这个衰啊 因为一路上都看不到敌人 来来来 快这个给我来个敌人 让我杀或者把我杀掉 然后这个换一个下面的技能 大家能看到这里一个炮台 炮台的攻击频率还不是很高啊 如果你这个硬拼的话也是可以让它拼死的 如果当敌人出现在你身旁的话呢 就有点困难了 看到我被人攻击了 攻击了 桥上两个人好 我死了 那我们这个换下一个职业 下一个职业应该是战术师 战术师这个职业啊 总体来说我觉得有点bug 为什么有点bug呢 大家看了就知道了 因为这个职业来说呢 它有一个很好的技能 就是可以暂时的将敌人 左边那个技能是可以暂时的将敌人 从地团显现出来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技能 右边的是可以放一个小飞机 大家看到小飞机就在天上出现了 我们看一下小飞机的样子 大家看到这是我的小飞机 目前小猪啊 这个我这个账号的名字啊 大家看到我有左边的技能 就可以把敌人显现出来 大家一个个绿点 这个是不是非常下流的一个技能啊 因为它显现不是说在小地图上显现一个点 而是真实的在地图上显现 那就是很容易瞄准 就好像开了那个AirBot那个作弊器一样 你知道吧 就是总体来说还是叫这个 比较这个bug的 如果但是有这个职业可以反反这个技能的 就是后面那个职业是那个 某一个职业吧 我忘了是哪一个职业了 还是狙击手吧 好像是可以把这个敌人这个东西给遮蔽掉的啊 但是我也没有试过 我们这个继续换下一个职业 下一个职业是这个潜入者 潜入者就是可以隐隐藏成别人的样子 手上拿的是暴力枪 开启左边的技能就是可以 这脸就是遮蔽敌人的样子 然后敌人就混脚了 但是当敌人把枪瞄准到你身上的时候 还是会显现你这个敌人的名字 所以这个玩的时候呢 玩家要多一个星眼字 但是暴力枪的威力也是非常大的 那这种炮台是用手雷就可以一枪给这个一炮给这个打掉的 总体来说处理起来还不是很难啊 唯一感觉到的bug就是刚刚我可以大家演示的这个地图上的一个显示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让人这个无语 能看到我这个技能还是没有发挥出来 好像是似乎被敌人这个揭穿了啊 因为是电脑嘛 电脑就是有很多这个无法解释的东西啊 因为是这个程序来控制的 大家能看到我其实已经隐身了 我已经隐身了 你这个不认识我是谁 他也是像我机下 你自己人都杀 冷酷无情的敌人啊 那么这个几个职业评测就到这里为止了 我们这个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比较有趣的东西 就是在K2-3里面多出来的一些载具 这个我们取得了胜利 我们看一下这个载具的问题 载具一共分两种 一种就是大庭的机甲 这种就是机甲 做上去之后呢 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个是游戏的另一个bug 因为它非常强 可以跑 可以跳 可以这个右边开枪 左边开炮 你知道吧 然后枪的子弹是无限的 但是有冷却时间 冷却时间很短 然后枪可以 这个发射很多次 它才会过热 然后这个枪的威力也大 大家能看到火炮 攻击力非常的强 你要将这个机器人击垮的话 你没有办法把这个机器人打死 你只有是将机器人上的这个驾驶拳打死 如果机器人动得快 或者转动的快的话也是很难攻击到这个敌人的 这个设定我觉得有一些bug 不知道有什么反制的这个效果 也没有看到什么大型的炮或者怎么样 但是有一个消息是说如果在一些这个多人模式里面 如果你这个操作的非常好的话 完成一些特定的任务的话会出现一些特殊的特殊的剧情的发展 这些剧情比如说可以短时间的让所有的场上的机甲全部失去功能 或者是所有的敌人 这个所有的敌方倒下的敌人全部复活 比如说类似于或者是有一些火炮支援 空中的支援 这是一些完成了特定的一些指定的任务之后可以达成的 目前来看只有这样子来可以来这个对这些机甲进行这个反制 大家能看到我的机甲是非常强啊 这个一路扫射所向无敌还能开炮 还能打炮又能打枪啊 这个射速很快啊 很热是吧 大家都知道这个很刺激很爽 好了大家能看到这个左边的两个油管上有两个这个埋放这个地雷的地方 我去这个把地雷埋一下 大家能知道KLZ2里面有一个设定是用六轴来安装这个地雷 但是这一款里面不知道有没有在单机里面做 但是我看了一些很多的解说是没有讲到这个 但是有讲到KLZ3是支持3D和PlayStation Move 但是Demo这款游戏出的时候 它是没有放出PlayStation Move的试玩 所以我没有办法给大家说这个PlayStation Move 玩起来是什么感觉 只能用这个最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基本的 到时候如果有了新的这个消息会进一步的给大家更新 大家能看到我还是敌人已经在攻击我的这个驾驶座了 然后我就这个去送死吧 要不然看起来我是这个死不了了啊 看到我这个一路狂杀已经杀了十几个人了 还是这个一路没有敌人能够将我这个击倒 大家能看到我杀了十四个了啊 好我们这个快一点快一点那个想办法让他敌人把我杀掉 但是我看到敌人我就想出手干掉他 这是已经成为一种这个FPS玩家的职业病了 大家能看到这个上一次的COD的这个内战的这个视频 你大家能看到啊玩FPS玩多的人就是看到人就想开枪啊 已经成为一种这个职业病啊 你停不下来你不开枪的话你就有点生命威胁是吧 也是一种的逼迫 那我这个一路扫射还是没把他射死 一炮把他干掉了啊 威力也很大 那我就等着这个敌人把我杀掉 那快点把我杀掉 我这个在车上 好取下了我的这个手机啊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这个载具 飞行器啊 这是在之前的很多的那个预告里面已经看到了 按下是可以装载他 装载他之后你所有的武器都变了 就变成他手上那个武器了 在这个模式是一个新的地图 就是在这个多人模式 刚刚那个是练习模式 这个是多人模式的一个新的地图 这个地图做得非常漂亮啊 我这个非常的好 大家能待会还能看到上帝啊 大家能待会给大家看上帝啊 我看一下这个地图飞 飞行是可以在空中连续喷射两下到三下 但是他没有办法持久的飞行啊 可能是我没有研究出来持久飞行 因为我在那个预告里好像似乎是看到能够持久飞行 但是在使用的时候的确是不可以的啊 可以飞一下飞两下就要下来 嗯 其实说实话 因为跳跃这款游戏没有自动瞄准 所以你要在飞行的时间 还要去攻击敌人的话 是有些难度的 这个最多的功能就是给你跳跃一些大的障碍物 或者是在几个敌人围击你的时候 你可以跳起来躲过他们的攻击 这是我能想到的这个唯一的用处啊 你要想飞在空中对急镇进行攻击的话 其实是非常有难度的啊 当然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怪物都有是吧 有一些高手就可以做到 但也是有可能的啊 我这种菜鸟呢 目前来说还是没有这样的办法 大家能看到这个多人模式呢 因为因为它现在只开发对于那个Playstream move Playstream plus的玩家进行这个发售 所以这个网站的时候玩家不是很多 这个地图也是八人的地图 所以一路就是找不到敌人 好 我被这个敌人从后面干掉了 大家都穿着这个飞行包啊 那说一下这个游戏比较让人期待的呢 就是网站的部分以及这个剧情的部分 因为二代的话大家都知道剧情是做的比较好 比较酷发比较单调啊 没什么太大意思 那个希望它可以这个在剧情上面有所改善啊 当然现在的这个游戏一代一代初是吧 这个剧情上也是没有办法说做到非常好 大家能看到上帝来了啊 那个好像是一个仿这个黑洞的一个涡轮一样东西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它这个在爆破的时候是 这个能源发售的喷发的时候是非常漂亮的 画面的呈现上非常的有感觉啊 有感觉 敌人来了 大家能看到我这个使用这个一边飞行一边攻击 这个显然是不给力啊 非常的不给力 倒下了 还是被几个人突使围攻啊 死了还颠我尸 好吧 这个说到这里 那么整款游戏的评测也就差不多到此为止了 终于发现这个解说要比打字幕容易的多啊 说一遍就能结束啊 非常轻松 那么如果有更多的新的这个游戏的这个方面的新闻 相信在游戏天地也会进一步的给大家更新 那么感谢大家这个收看这款游戏啊 这款游戏再说一次这个发送时间是2月22号 如果他这个2月22号星期二啊 2011年啊 这个如果他这个不跳票的话 这个我们就可以准时的玩到这款游戏 当然说这个这款游戏 不管他做的怎么样 我相信也是这个大家玩家的这个热门游戏 到时候又可以跟这个国内的一些论坛进行这个刺杀啊 那么整款游戏的评测 没了 没有什么 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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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